上集有些香港人開始後悔了 或者是否正確或錯 也可以圍繞著這個題目 說一下低谷和低潮 其實我不肯定我現在過了沒有 但我感覺上是比年頭的抑鬱 那種抑鬱的抑鬱是好一點 現在是稍微有一點方向 我最低谷的時期是 寄了一千份系列 都找不到工作 開始面對現實 我覺得這個現象是不會改變的 我現在寄了一千二千 才能得到一個月一個面對 平均一個月一個面對 很少 在面對之中也未必會聘請你 所以那時候也是一個很低谷的 感覺很難受 其實我做《影報》的《失業日記》 那時候是基於這個動機 基於這種感覺而去做 因為真的太難受 這種難受的感覺是可以試一下拍出來的 過去的一百集大家可以看到很難受 難受完結了 這樣找到一份兼職時間嗎? 原來不是 因為那份兼職時間也是很難受的 你看到很奇怪 很多網友都說十九功 要轉 沒見過那麼糟糕的 在我人心中最糟糕的一份工作 但在糟糕之中 做了三個月 我反而是唯一一件事我習慣的 就是那個時間 這間公司我沒有東西是滿意的 出奇地的時間我是滿意的 我可以告訴大家 有幾件事我對這份工作的不滿 首先就是經常叫早酒 我預約了給你 然後你又叫我早酒 但如果你說收店的早酒 我覺得是可以的 因為收店很難受的 因為有時候 清極都清不完的 掃地要掃幾百次 要掃到滿業為止 那你叫我早點早酒當然是好事 但平日的工作 例如做下午飯 或是早酒的 是很難受的 我不管了 你大公司 突然說人手太多 然後叫你回家 你不用考慮我們的工資 我們不用找食 基層人士 他們沒想過你這件事 這是難受的 例如一個星期一天 兩天 我又買了 我又買了 挺輕鬆的 例如我今個星期 放賣 今天明天 然後先回一天 然後星期六 應該是星期三 星期六 兩天 回11個小時 應該是短的 所以隨便回家 隨便回家 隨便回家 做點事 做點事 手工 不求多 真的不求多 但是預計是找 大概下個月有六千元 左右 剛剛好碰到六百磅 有時候可能五百多 都夠我開支 樂觀點 都夠我開支 如果我在想 低谷是 和你的收入都成正比 你現在又不是最低的 最低是年初 我給大家看過 YouTube的業績 YouTube有少 我只是覺得 不知怎麽算 YouTube那邊有少 不如自己做一個 新日日記 嘗試提升 的確有些成效 去到 黑面經理 吵咬我 叫我早走 成為 整個片集的高峰位 現在回落 但是 現在有個心理準備 就算你YouTube低的 我現在有份 part time 頂著 多月少也好 教我那個月過活 這個世界你都不能夠不用做 然後可以讓我做邪動族 可以做很多 古靈精怪的 那 終於開箭了 你說我低谷 也好 我終於開啟了 我內心的 其中一個很想做的項目 就是寫作 需要鼓起很大勇氣 為何要鼓起很大勇氣呢 我是寫了出來的 大家有興趣想知道 為何我寫東西的緣起 可以看看 在patreon有寫 另外 有些網友說 可能有些人都想說 我說兩性 兩性文章的第二篇 題目就是 量子愛情學 哇 你沒聽過 指似一家 哇 眼光 相當獨特的一篇文章 我看完都覺得 我寫完都覺得奇特 看完會不會令到你 溝女功力大真 我不知道 那你一定要看看 那已經寫了第二篇 愛情那方面都會寫 第三、第四篇 想考慮成功 十分如意順利的話 一定要看這些文章 雖然我現在很少考慮 但是那種練力沉澱 是可以寫出來的 慢慢的 每天寫一些 所以你們的patreon的支持 我看到了 我會努力一點 未來也可能會出書 想想 希望能做到 因為現在的量不夠 現在可能有九篇、十篇 這樣 還要分 幾個題目去做 慢慢都開始有些寫作的樂趣 因為都沒有什麼題目 我自己喜歡寫什麼 現在的patreon很方便 我寫得好不好 你們都會支持 都是一種鼓舞 雖然patreon那邊不太多 很少 希望那邊做大個餅 可以多一點點錢 我又多一份收入 拉上補一下 多一點閒錢 有些人在想 究竟我來到英國對與錯 我自己這樣看 我在英國的改變都很大 真的都很大 有一段時間受傷 也影響到自己的心情 其實也影響到我的 這裡有些拉 你看到有些拉 真的不漂亮 整個拉 永久的 那 有時候在想 唉 在英國弄傷 都沒有辦法 唉 這些傷很奇怪 因為我跌傷的時候 是沒有什麼感覺的 跌傷完之後留下拉 永久 告誡自己 凡事都要小心 尤其是這些 兩個輪胎的交通工具 都要小心 自己不是天生 有很強的觸覺 你看到有受傷 真的有喜怒哀樂 在英國的感覺 坦白說 我在英國 我覺得我變成了另一個人 再不是香港那邊的影步 而是新的影步 新的影步 那 有時候在想 你說好不好 你說 你人生有個很大的改變 價值觀 人生觀 生活都不同了 真的 因為 如果你在看你什麼角度 如果你用香港的角度 我當然是錯了 對不對 又受傷 賺錢又少 又沒有前途 你用香港的角度 看 無論如何都是錯 又倒垃圾又洗碗 但是 如果你從我自己人生的角度 來說 移民英國也是沒有錯 我在香港 停滯不前 對 這樣 餐餐到街上吃 又不用交通工具 特別是鐵腳碟 我不會受傷 對嗎 溝女 又容易 很多事情都很容易 同聲同氣 又不用被人看不起 真的有一點看不起你 你做事 你英文不明白 不過 算是這樣 大家都在基層 說多兩句大家都明白 又不至於出現什麼很大的問題 但是你在香港 你不用面對這些事情 那你用香港的角度 我當然是錯 一定是錯 但是 如果你說人生來說 我來到這裡 那今天 我有一間 七百多尺的房子 復復何靠 發夢也偷笑 因為我已經開始獨立的生活 自己住 人生 真的 開始數 例如我 買房子 買了兩年 那就是這兩年開始獨立生活 真的兩年 這裡買了兩年 很開心 和這間房子一起度過 很開心 真的開心 因為 例如我現在睡到黃昭白眼 我昨天都不知道幾點 睡覺 好像三四點 那 搞衣搞老 搞一些財務 因為都開始要清一下 那些債 就是 不要那些什麼 那些標 盡量去減掉 那些費用厲害 開始去撇除 盡量把自己減債 因為來到英國 就自衣縮食 但是 因為 你自己在英國 有很多開支 都會洗大了 或者你 控制不到 例如 接下來的電煤費 我都控制不到 因為我的EPC 真的很高 夏天沒問題 夏天 每天都是用15 港幣 可能加起來是 五六百左右 但是 冬天是一個雙 雙雙雙雙 很誇張 一千元 的電煤費 還沒計算水費 水費是1400至1500 那 你要儲存些錢 交電煤費 ToC,就算是固定的 也不算太貴 那些電話費 在網路會有問題 用的 都用不大 五六個 很多這樣的操費 都能加算 幸好我吃過我自己 一人都有 不是麵 飯也可以很少吃 是時候要煮飯 買一包米回來也很少煮,懶得煮飯 終於吃麵 我現在比較自煮,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我以前就要是媽媽煮 要是外出吃,外出是人家控制你 在家裡吃,我媽媽控制你 但我從來沒試過自己控制自己的飲食 今天我試過,吃到自己生病 現在吃得不錯 起碼我每天都會問自己 這是我喜歡吃的菜 現在每一段飲食影片 都是我那一刻想吃的菜 不是別人想吃的菜 做給大家看 做得隨便,不好吃,難吃也好 都是一天,這樣就過了 我沒有什麼要求 你看到都是很簡單 不是湯,又炒,又混合 不是炒,又混合 這是飲食,生活上的轉變 最享受就是睡到黃昭白眼那一刻 你沒有人騷擾你 比賽現在一點幾兩點 我媽媽拉醒我吃的菜 吃的菜 蝦餃燒賣 雲吞麵,快點起床吃 我不知道是否好事 我又不是很稀巷 所以我自己覺得 都是給我睡覺 我現在睡醒,然後就可以 去想一下 今天要做些什麼 慢慢去想 去做 一個完全沒見過 你是完全沒見過 一個這樣的形態 我想每個香港人 過到來都會 如果你慢慢去適應 英國的生活,你都會見到另一個自己 是從來沒見過的 原來我可以做到這些事情 你不敢相信 可能有些主婦說 喂,我去香港不會吃斜 那些主婦開始炸斜 送兒女上學 哇,已經變得很厲害了 考過斜牌也不容易 有一些主婦 為送兒女上學放學 有些無飯主婦過來 開始做家務 或者煮食 可能做到哭 早前試過有一個做到哭 抑鬱 叫酒 有一個主婦 Youtuber 不奇怪 但如果你過到這一關 你又會覺得 我自己按來的事情 都可以應付到 我自己敢看 因為我自己出來 真的做兼職 如果你真是一個主婦 你每天工作很辛苦 做家務 千萬不要煩 因為外面工作更加瘋 因為我看到 例如我大公司洗工 抹東西 那些更瘋 即是 一間公司 經常要你洗 然後被人指指 如果你在家做家務 假設真的多 很辛苦 哭出來 那沒有人會點你做事 你點你自己做事 你是最大的 家務主管 什麼時候洗 你還可以點你老公 點你兒女洗 很多方法 可以解決家務上的問題 我見識過外面的世界 你不能太吵 洗幾件衣服 拖一下地 這些都不能太吵 別人那些是超級辛苦 外面工作 所以 所以 家裡的東西 如果 我有對比之下 我覺得家裡的東西 反而是 輕鬆輕鬆 和上班相比 差太遠了 上班真的很黑暗 整件事 那 人會見識多了 即是你會去接觸不同的領域 世界 主動去做 去接觸 因為你在香港 你不會接觸這個領域 是不是 你香港 只是吃飯多去日本玩 但是你不會接觸一些 不是你那個世界的東西 這個 你來到英國 你是主動接觸一些 不是你世界的東西 什麼都好 不知道是什麼 例如 你找到新工 新工 工作你未見過 言語 你不懂 你強行去學 強行去了解 全部都是你不懂的 全部都是你不懂的 全部都是要有一個很勇敢的心 很勇敢的心去面對 可以這樣說 很勇敢的 跟著你要很勇敢面對 你人生的低谷 因為你來到 來到英國 你就預計都可以了 或者叫做 預告給你聽 你一定有一個低潮 MUST 每一個香港人都要經歷一個低潮 不會說你過來 順風順順 不會 sorry 除非你本身都很勇敢 我幾千萬的 就算了 你都沒有低谷過 你人生沒有試過低谷 但如果你遇到很敏 或者買完樓也沒什麼錢 就真的一定會有低谷 你依然都是一個窮人 那要怎樣做呢 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你去香港 不一定有一個低谷 我在香港 其實很吊詭的 其實在香港賺錢也不多 尤其是我開了工作之後 其實都是依靠Youtube為新的 Youtube那裡也不多 但我盛在 因為我之前存在一大筆 所以就沒有了 都休業了一整年 起假中和大家一起做直播 那時候都玩得不多 好笑 但我都夠了 過到來 都是依靠Youtube為新的 有時候Youtube也有一個起色 又會幫我賺一筆回來 現在又低下 現在的收入 因為我有份兼職 其實是反而好過我 香港休業的時候的狀態 那個財政狀況 你說財政高峰期 當然是有份正職 跟著有份Youtube做的 最好 後來我的腰痛 然後我休息了 因為都很辛苦 因為那時候 好像有些錢賺錢 所以我休息了 有計算那條數 後來也不太能賺錢 然後我試試拍自己的日記 真的移過來 整個歷程 很多人都幫了我 很多網友 這是感激的 你們的錢我已經用完了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一分一毫是沒有曬過的 已經用完了 現在要重新起步 重新儲存 所以會不同 財政狀態 或者是情況 以前你在香港 我就覺得那個狀態 就是有夠錢在 但是一直都用不了 因為你看著樓價不斷升 根本沒有人跌過 不是我不想買 貼著老母住 而是你不貼老母住 又如何儲錢 你解決不了那個邏輯 大家 不要叫我無緣搬出去 搬出去我都不夠錢 搬出去不夠錢 又不夠錢 然後自己吃又不夠 除非有份證積 有份證積 你又腰痛 你是自己住 腰痛嗎 但是很多這些問題 所以不容易去解決 香港香港住的問題 解決不了 是我這麼多年的屈結 我是每次看到樓價是很生氣的 我每次看到樓價是很生氣的 然後在那裡吵出來 吵出來 有幾百萬 吵到最後二百多萬 哇 很瘋狂的 真的爆漏了 然後一年一年 真的是這樣 我從二十歲開始看 看樓庫的樓價貼著 他有一段時間是百多萬的 但我看回戶口 我沒有百多萬 尷尬 那時候剛出生 你怎麼會有百多萬呢 然後再看看 今年升了十幾二十萬 那怎麼辦 糟了 那沒有賺錢 又賺不太多 那找到那萬多元 你怎麼存 你怎麼存 你存不住 那樣的升幅 很恐怖 那這就過了十幾二十年 所以你說英國 是 我在這裏 都有一些 叫做 損手爛腳的情況 但他真的給了一個 安慰我 即是給了一個機會 我買到 買到一個物業 那當然 代價是你整個生活形態 要改變了 你沒有以前那麼方便 你沒有再同聲同氣 你要用很勇敢的心態去面對 移民每一個困難 還要面對人生 中年的一個 多大的一個逆境 沒有收入 新環境 經濟差 找不到工作 上班 即是被人 被人指指點點 這些全部都是逆境的感覺 這就是 可以這樣說 有些人說是等價交換 是你換了一層樓回來 你那裏是買到樓 但同時要承受這一堆 無止境的東西 重要是 中路也是要承受這一堆的東西 即是你選擇 要是你一輩子買不到樓 對 吃雲吞蝦 搞燒賣 但你一輩子買不到樓 接著 那些三姑六婆在後面笑 你 沒有人用 這個 不知道是誰 人 然後又比較 誰都買到樓 我媽媽最喜歡 那些都是某程度 我當然沒有記仇 但我媽媽是不斷中傷我的 你這樣比較是中傷的小朋友 我從小朋友開始中傷到中年人 每次提到樓價都會吵架 每次提樓價都吵架 買樓的問題 我媽媽經常說 早幾年買吧 為何不買 又不聽我說 然後我會購買 早幾年我有錢 百多萬 百多二百萬 百多萬都拿不到出來 這就是窮人生活的困境 就是這樣 練得仔練計 百多二百萬 這些是首期的 我們不是練得仔 普通人 你怎麼拿起這麼大的價碼 還要收入不穩定之下 還要少 香港也有很多專業人士 所以他們可以供到樓 所以 現在香港有一半是專業人士 有一半是 已經買了樓 不是專業人士 就是一半人 已經有物業 有一半人是沒有的 租樓 或者住公屋 大概是這樣的比例 看你二分一 看你好不好 所以我反而有些不明白 為何入樓的人都要移民 我反而有些不明白 有些人說很害怕 小朋友讀書 洗腦的問題 其實不用害怕 我覺得不害怕 當然 我那個年代沒有洗腦 沒有加入中國思想 習近平思想 要愛國 要唱國歌 全部都沒有 我覺得小學 是小學要我唱國歌 僅此而言 好像是要我學 要我學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有一次 唱《真是國歌》 就是你們香港 中國的國歌 在小學的時候 有一位同學 就不正經 不是那麼正經 在玩東西 老師是學過他的 說你不可以這樣做的 但是那時候 還沒有這些廣法 算不算洗腦呢 我不知道 但是那個老師是很容易的 那時候已經有些 可能要預告定 將來你要更加認真 要流淚 不准侮辱 不是拘捕你 人生都好像很有趣 好像一個循環 你小時候會發生的事情 人大了都會發生 還可能是嚴重了 很有趣 這個就是共識性 不斷提醒你 不斷提醒你 某些事 你的小時候 你的童年 大家自己想想 發覺 好像在提醒你 所以我們那年代 也沒有這些小孩 當然我不明白 現在的學生 想的事情 這個世界是怎樣 以我所知 現在的學生壓力是大的 他們真的有一些 不是太好的念頭 出現了 很多新聞 我也有看的 但是很難說 難道你來到 難道不辛苦嗎 對不對 來到這裡讀書 那你出來 你做這些工 濕溝工 做不到年輕人的 找五皮六皮 找一兩雞 很聰明 兩雞三雞 很聰明 差很遠 你在香港做主要有事 是好很多 所以你在香港讀書 有個好處 你將來在香港賺錢 都會賺到大錢回來 還有有樓的人 我覺得暫時可以保持住 你沒有樓的 但也要想一想 你夠不夠錢買樓 他相對比香港便宜很多 但另一個問題 就是他便宜很多 代價就是你很難賺錢 很難賺錢 所以 今天結論就是 你會預算來到英國 是有一個低谷 而低谷是會令你改變 譬如我現在 我都要無奈接受 我會打這些基層工一輩子 只不過是 現在我時間多 我可以 分一些時間出來 做自己的事 去得到什麼平衡 可以做回自己 寫東西 拍片 過一種跟香港不同的生活 即是這樣說 如果你香港玩厭了 如果你市民有夠膽 逆境我不怕 我過來試試 那就試試 適合那些人 但如果你說安日日 想安日的生活 不想改變 不要過來英國 你會是錯的 香港是不斷改變 但那種改變 你不出聲就行了 也不算什麼很大的改變 我們這裡是很辛苦的 那種改變 好,說到這麼多 多謝收睇 一段時間